那有关RL的最后一个部分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假设今天如果我们连reward都没有 该怎么办呢 在刚才的课程里面 我们是有reward的 只是有时候reward非常的spot 所以你要做reward shaping 但是假设今天连reward都没有的话 到底该怎么办呢 那为什么有时候会连reward都没有呢 其实像reward这种东西 往往只在一些比较artificial的环境 比如说游戏里面 特别容易被定义出来 在游戏里面有一个计分板 所以你特别容易去定义说 在游戏里面怎么样的行为是好的 怎么样的行为是不好的 某一个行为有多好 或某一个行为有多不好 但是在真实的环境里面 你要定义reward这件事情 有可能是非常的困难的 假设你今天要用RL的方法 来学习叫自驾车学会在路上走 那到底在路上走做什么样的事情 会得到什么样的reward呢 他里让行人就给他加100分吗 还是应该加1000分 闯红灯应该扣50分 还是扣5万分呢 像这种东西你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定 所以在真实的环境中 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定义reward这个东西 而且有时候 那你说算我们不知道怎么定义reward 但我们可以凭着人类的智慧去想一些reward出来 来盖的machine 像我们刚才讲的那种reward shaping 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我们自己想一些reward出来 来叫我们训学 但有时候你在想reward叫machine学的时候 如果你的reward没想好 machine可能会产生非常奇怪的行为 你无法预期的行为 那这边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有一个电影叫做机械公敌 在机械公敌里面 当然这就未来的世界了 有一大堆机器人 那些机器人的行为 必须符合三条原则 这三条原则是 第一条不能够伤害人类 也不能够做事人类被伤害 第二条是 在不违反第一条的前提之下 机器必须要听从人类的命令 那第三条是机器必须要保护自己 在不违反第一条跟第二条的前提之下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三条law 这三条规则 就代表说机器如果 不违反这三条规则 就得到positive reward 违反这三条规则 就得到非常negative的reward 然后有了这三条规则以后 机器就自己去发展 自己去学习 但是最终机器就得到神逻辑 在不违反这三条规则的前提之下 要得到最大reward的方式 就是把人类监禁起来 因为人类会自我伤害 所以应该把人类监禁起来 避免他们自我伤害 这样机器就可以得到最高的reward 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 光定reward是不够的 机器可能会有神逻辑 展现出你意想不到的行为 当然机械功底里面 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举一个比较有可能发生的例子 是假设你训练机器去 比如说收盘子 这个是我在文献上实际看过的例子 你知道在文献上有很多文献是 要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法 来训练机械手臂 假设你今天要训练 这个机器把盘子摆到一个固定的位置 他把盘子放到指定的位置 就得到positive reward 这个是你定义的reward 然后你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去学 发现机器会把盘子放到指定的位置 但他都非常大力用摔的 然后结果盘子都被摔破了 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告诉机器说 不能把盘子摔破啊 所以如果你就会发现说 机器没有告诉他不能把盘子摔破的前提之下 他为了达成目标可能就把盘子摔破了 这个时候你只要赶快再订新的reward说 如果摔破盘子就要扣100分 但问题是盘子已经被摔破了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有时候人定的reward 不见得是最好的 所以怎么办呢 在没有reward的情况下 我们要怎么训练一个agent 去跟环境互动呢 那在没有reward的状况下 让机器跟环境互动其中一个方法 叫做invitation的learning 那在invitation learning里面 我们假设actor 他仍然可以跟环境互动 但他不会从环境得到reward environment仍然会送出observation给actor actor仍然会做出回应 environment仍然会随着actor的回应 给不同的observation 但是没有reward这个东西 没有reward这个东西要怎么学呢 虽然没有reward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expert的示范 我们找很多expert 通常是人类 我们找很多人类 也来跟这个环境互动 把人类跟环境的互动记录下来 这些东西就是 这些记录就是expert的示范 然后把这些expert的示范 叫做towhat 我们用hat这个上标 来代表人类的expert的示范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凭借着这些示范 还有跟环境的互动来进行学习 这样讲也许有点抽象 什么叫做expert的示范呢 假设你今天呢 要教机器开自驾车 那人类驾驶的行驶记录 那就是expert的示范 人类驾驶的行驶记录 可以告诉机器说 在这个路口 你应该打一下方向盘等等 那这些就是expert的示范 或者是你想要叫机器 做一些指定的动作 比如说倒水啊排碗盘啊 你可能会先拉着机械的手臂 示范一次 那人去拉着机械手臂 示范一次 这件事情 就是expert的demonstration 就是这边的towhat 那invitation learning要做的事情 就是从这些towhat 还有与环境的互动进行学习 那讲到这边 可能有同学就会想说 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 这个不就是supervised learning吗 我们就把它当做supervised learning的问题 来看待就好了 假设我们今天要训练自驾车 你又有人类驾驶的记录 也就是你有记录说 人看到这样子的路的画面 那人就会采取某一种action 比如说他就会踩刹车 或者是踩油门等等 你有这样子的一堆的记录 我们不是直接就用supervised learning 来认我们的agent就好了吗 你就说你已经有人类给的资料说 看到S1这样的画面 最好的行为就是A1head S2这样的画面 人类的行为就是A2head 你已经有这样子的训练资料 那你就直接叫机器去模仿 人类的行为就好了 今天机器给他看SI 然后他输出AI 你要让他的action AI 跟人类的action AI head 越接近越好 你就让机器去模仿人类的行为 那没错 当你有这个expert的示范的时候 这是一个做法 那这种做法叫做behavior的cloning 就是去复制人类的行为 但是光是让机器去复制人类的行为 有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一个可能的问题是 因为人类跟机器 他们可能可以观察到的S 会是不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们一样要叫机器学习开自驾车 那他是跟人类的expert去学 人类的expert在转弯的时候 都可以轻松的转过这个弯道 没有人出车祸 没有任何马路三保 每个人都顺利的 每一个expert都可以顺利的向右转 所以对机器来说 他从来没有看过失败的状态 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车子快要撞墙的状态 如果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车子快要撞墙的状态 他训练资料里面就没有这种东西 他就不知道假设车子快要撞墙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处理 因为所有expert都太厉害了 根本就不会让车子靠近墙边 根本就不会犯这种错误 那机器就不会学到说 在这种人类平常不会经历的状态下 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理 所以这是第一个可能遇到的问题 第二个behavior chronic可能遇到的问题是 虽然人类在开车的时候可能很厉害 但也许不是每一个行为 机器都需要亦步亦虚的去完全模仿 也许有一些行为需要模仿 有一些行为是人类个人的特质 根本不需要模仿 但是机器他不知道什么行为该模仿 什么行为不该模仿 他只能完全复制人类的行为 那什么叫做完全复制人类 完全复制老师的行为呢 以下就是一个完全复制老师行为的一个例子 以下这个影片出自Big Bang Theory 我就播给大家看一下 我得兴是Sheldon 没有,它是WordaMingZiSheldon WordaMingZiSheldon 好,所以刚才我们就是 看到了一个Behaviour Cloning的例子 那对机器来说 它就跟绿穿绿色衣服的修等一样 它的老师教什么 它就会有一模一样的示范 那它不知道什么东西是需要学的 什么东西是不需要学的 那如果机器只是跟它老师采取一模一样的行为 也许还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它跟老师采取一模一样的行为 就跟老师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虽然它可能会有一些多余的行为 但也许是无伤大雅 但是我觉得更惨的另外一个状况是 机器的能力可能是有限的 今天也许机器没有办法完全模仿老师的行为 它只能选择部分的行为来进行模仿 就好像说有一个人呢 他想要变得跟贾博斯一样 然后他就去看了贾博斯传 然后把贾博斯传里面贾博斯的所有的特质 都列出来 比如列了20个 包括有创意啊 然后脾气暴躁啊 然后不修蝙蝠啊等等 但他觉得说这些特质太多了 他只决定模仿一个而已 因为他能力有限 他只模仿一个而已 那如果他选择有创意也许是好的 那也许他选到的是不修蝙蝠 那就没有什么用 所以假设机器能力是有限的情况下 Behavior Cloning也许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所以怎么办呢 有另外一个技术 叫做inverse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 好我们在这边看一下 我们的同学有问题 好刚才有同学问一个问题说 要不要用机器去定reward 没错 接下来re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是要让机器自己来定reward了 那怎么做呢 我们先看原来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 是怎么运作的 原来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是 我们有reward有环境 然后用RL的algorithm跟环境 还有reward互动 然后你就学出一个actor 但现在我们没有reward了 我们有的只有expert专家的示范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一个叫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algorithm 它是跟原来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是相反的 它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根据reward去学习 而是从expert的demonstration 还有environment去反推reward应该长什么样子 也就是这边的reward function是学出来的 那学出一个reward function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用一般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来学你的actor了 所以在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里面 我们的概念就是本来不知道reward function 从expert的示范去反推reward function应该长什么样子 有了reward function以后 我们就可以再训练一个optimal的actor 去根据这些reward function来进行学习 那讲到这边也许有人会有的疑惑是 这个reward function是学出来的 它会不会太简单了呢 我们会不会没有办法学出非常复杂的reward function呢 因为毕竟reward function是学出来的 也许我们只能够学出比较简单的reward function 但是简单的reward function 并不代表根据这个reward function学出来的actor 一定也会是简单的 举例来说 对一个人类而言 也许人类的reward是非常简单的 也许人类的reward function就只有一条 就是活下来 当然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那也许人类的reward function只有活下来这件事 但是光是人类想活下来这件事情 就可以让人类的行为有千变万化 所以简单的reward function 并不代表你一定会学出简单的actor 有可能简单的reward function在学出来的actor 仍然是复杂的 好那这个是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基本概念是什么呢 怎么找出reward function呢 这边最基本的概念就是 老师的行为是最棒的 但是我这边要强调一下所谓最棒 并不代表你要完全去模仿老师的行为 而是你假设老师的行为可以取得最高的reward 老师的行为可以取得最高reward这个假设 跟完全模仿老师的行为 这两件事情并不是等价的 也许我们看完这个algorithm 你会更清楚我想表达的意思 好 现在我们有一个actor 他一开始是什么都不会 然后在每一个iteration里面 这个actor会去跟环境进行互动 学习收集一些actor自己的trajectory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定义一个reward function 这个reward function怎么定义呢 这个reward function定义的条件 认这个reward function的条件是 今天老师的行为得到的reward 必须要高于学生的行为 就老师也有跟环境互动 我们得到一堆老师的demonstration 我们得到一堆老师的trajectory 当你用你认出来的reward function 去计算老师的trajectory的时候 我发现他有点要没电了 所以我把这个电插一下 好 我把电插上去了 好 我们要定一个reward function 我们要定一个reward function 这个reward function 去评估老师的trajectory的时候 要给比较高的分数 去评估actor的trajectory的时候 要给他比较低的分数 然后接下来你再去更新你的actor 你要去重新训练你的actor 更新你update 更新你的actor的参数 让他去maximize我们会得到的reward 然后接下来就反复执行这个步骤 你有新的actor 他会有新的trajectory 你再更新一次reward function 让reward function评估 老师的分数比较高 评估actor的分数比较低 然后actor在想办法去maximizereward function 然后就反复这个循环 最终你就会得到一个reward function 这个就是我们用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认出来的reward function 如果刚才那个elgiton 你没有看得很懂的话 这边是用图像化的方法 来讲一下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它的缩写是irl 现在有expert的demonstration 写成towhead 有actor跟环境的互动 写成tow 那接下来你要定一个reward function 这个reward function会给towhead 有就是expert的demonstration 比较高的分数 给tow 也就是你的actor的trajectory 比较低的分数 那有了这个r以后 你再去训练你的actor 去maximize这个reward function 怎么训练actor去maximize 这个刚学出来的reward function 这边你就要透过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法 接下来你有了新的actor 新的actor有新的行为 但这些新的行为 仍然要得到比老师低的分数 你会去更新你的reward function 让老师得到的分数 仍然高过于actor得到的分数 就反复反复这个回圈 反复反复这个循环 最终你就可以把一个reward function 认出来 那这整个framework 你听起来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呢 我们可以把actor 想象成是 gain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里面的generator 把reward function 想象成是 gain里面的discriminator 我们来很快复习一下 gain的framework 在gain的framework里面 你有一个generator 它会产生比较差的图片 然后有一个discriminator 它要想办法给 真正的图片高分 generator产生的图片低分 然后你的generator 会去想办法骗过discriminator 产生新的图片 discriminator又会update它的参数 想办法去评价好的图片 跟generator产生出来图片的差别 然后这个discriminator 跟这个generator 就会反复的update 那这个是gain 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跟gain 其实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把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的名字 换掉而已 actor产生一些行为 然后你要去定一个reward function 给expert的trajectory高分 给actor的trajectory低分 然后接下来 actor想办法去在这个reward function 得到高分 那有了新的actor 有了新的行为 reward function又会被update 想办法给expert高分 给actor低分 所以reward function完全可以对应到discriminator actor可以对应到generator 所以你会发现 gain跟irl 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他们有异曲同工之妙 好像是同个framework 用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角度来描述 好 那像IRL这种方法常常被用来训练机械手臂 过去如果你不是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 来训练机械手臂的话 可能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 以下又是从bigbang fear里面结出来的一段 Hey, is the food here? Ooh, what's that? That, dear lady, is the Wolowitz programmable hand designed for extravehicular repairs o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Oh, cool Ask me to pass the soy sauce Oh, does that come up much on the space station? Mostly with Asian and Jewish astronauts All right, pass the soy sauce Coming up How's work? That's not bad Kinda hungry Yeah, we all are Just wait You realize, Penny That the technology that went into this arm Will one day make unskilled food servers Such as yourself obsolete Really? They're gonna make a robot That spits on your hamburger? I thought you broke up with her Why is she here? Okay, here we go Passing the soy sauce Put out your hand Oh, that's amazing I wouldn't say amazing At best, it's a modest leap forward From the basic technology That gave us Country Bear Jamboree 好,那这个影片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说 假设你今天想要用写程式的方法来操控机械手臂 虽然对人来说我们要伸自己的手臂来做什么事情 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你要把这么简单的行为程式化 把它写成程式 去操控机械手臂的每一个关节 做出某些指定的动作往往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使用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技术 你就示范给机器看 示范给他一次你要他做的行为 看看他能不能就借此学会我们要他做的行为 所以以下就是用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其中的某一个技术达到的结果 我之前是不是有点卡顿 我跳出来再跳进去 好,那我们继续吧 好,那你就播一下这个影片 这叫机器摆盘子 我先示范给他看 这边会示范个20次 好,那这个是示范网 这个是交机器那个倒东西 然后这边也是示范20次 然后这个也是示范20次 如果是示范把温柔的逆调 按下这个部分 可以示范 它也吸股 好,那这个影片是想要告诉大家说 未来我们可能可以用DEMETRY的方法来教机器事情 那事实上呢,如果你要教机械手臂一些行为 现在还有一个更潮的做法 这个更潮的做法呢 是你直接给机器一个画面 然后让机器呢,做出这个画面中的行为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细讲 我这边就是列举了一篇Nuris的paper 跟一篇ICNL的paper给大家参考 那它的基本概念是说 就给机器一个画面 告诉他说,你就去达到这个目标 然后机器就会自己想办法达到目标 那怎么训练机器有这个能力 看到一个画面就知道怎么达到目标呢 这个训练的过程也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训练的过程是机器会自己创造目标 他自己在心里呢,想象一些画面 然后呢,再想办法去达到这些画面 这个就好像是说,有人告诉你说 那你要念一个博班 你要拿一个博士学位 那你就会去想办法呢 拿到这个博士学位 那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 不知道你要自己想办法去figure out 可是怎么训练自己 有拿到博士学位的能力呢 你就会自己给自己先设定一些目标 比如说你先设定说 我要成为一个YouTuber 然后就做一些事情 然后成为一个YouTuber 你就知道说,嗯,我有达成目标的能力 那再设定一些别的各式各样的目标 然后都想办法去达成它 就可以培养自己达成目标的能力 那之后有人告诉你说 你现在的目标是拿一个博士学位 那你就会知道要怎么拿一个博士学位 我天哪,这种地方也要业配 我也是有点受过,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好,那这个有关RL的部分呢 大概就有关RL的部分呢 就讲到这边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同学有问题要问的 好,有同学说那个声音有点怪怪的 不知道是不是笔电的问题 我相信现在不是网路的问题 网路应该是顺的 所以等一下我把电脑 比如说让它休息一下 也许就会好一点 好,有同学问说 使用IRL这类的方法的话 是不是就没办法找到比人类更好的方法 有没有办法让机器清出于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 使用IRL这个做法 我们要注意一下 机器并不是去完全模仿人类的行为 所以机器的solution跟人的solution 不一定会是一样的 不一定会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让机器 它得到的结果比人类更好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的方法是 我们先用IRL 先认出一个reward function 然后在这个reward function上面 再加上额外的限制 举例来说 我们刚才看到的例子都是 你今天有示范给机器看 然后机器就可以认出一个reward function 知道说你现在要叫它做的事情 就是摆盘子 但我们现在可以再加上新的reward 说你摆盘子的速度要越快越好 如果你摆盘子的速度也很快的话 那你一样你会得到额外的reward 那这样也许就有机会 让机器学一些原来人类示范的时候 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IRL还是有机会 做得比人类更好的